影帝不仅仅被称为影帝了 近期周天成 不论面对实力如何悬殊的选手 依旧打满三局 甚至在任何一个周天成领先的情况下 都不能够预判周天成能否拿下本局 可以说主打一个生死难料 但却稳定地凭借三局击败各路选手 赛场的艰辛程度表面上异常困难 但这就是影帝也是周三局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海陆公开赛半决赛上周天成的生死难料吧 海陆公开 海陆公开 白手过度一拍 放住了 所以拉掉这球 追身不是追身 边线不是边线 第一局下半场 周天城稳定的拿坟完成逆转 这个潇洒的转身精确的预判 不注意的以为是对方犯规了 可以说非常的放松了 防守防的也很漂亮 然后多变一点 对 对 对 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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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3.3 2.3 跪地的滑行就球 马上嘴声上网 这个球烂成鞋发就别犹豫啊 跳得不到位 这一个比较高的 最后高的声音 18-19 出边线 出边线了 对球 对 刚徐老师说完我脑子突然蹦出了一个词 活化石 接近局点 可以看到周天成此时占有一定的优势 场上打得也十分轻松 基本没有太多的进攻 全靠对手衬托了 最后一球依旧是对方的失误 直接先行拿下一局 但明显没有用出完全的实力 周天成的慢热和赛场的态度 也许就决定了周天成的比赛 不到出结果的时候 就是预料不到 这当年了 但是能够去参加三级游泳会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 手插往 腹底线 蓝鸟有点这个 加快节奏 高了 腹底线了 这个球出边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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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没打着啊 球这排水量确实很高啊 撒完之后的水上 也是速度非常的快 第二局的周天城南的在上半局 就已经建立了较大的领先 原本以为的快速结束 在周天城的散漫下 被追平了比分 不会是这个男人 也许就只有周天城 才拥有这样的状态吧 哇 这边躺进 哇 车到了后场 对 这球过完也有紫球了 根本碰不到 又是一个队长线 就试试 把球出地球换球 当周天城获得球权之后呢 他又没有去换 他这里又没换 对 刚才那个球就是 这一下要完脱了 接近局点再次被追上 然而周天城 依旧是放松的状态 像是在赛场练球一样 出边线 嗯 结乱了 这个不是 我觉得弓弯 这个是弓弯 这是弓弯 大力 大力 接近局点 周天成开始了猛烈的进攻 但最后拉尼尔连续两个边线球 实在没有好机会 被拉尼尔拿到了第二局 属于是玩脱了 这个独胜术的这个积分得到的提升 也使得他和谭宁 而且对于上初前和郑宇的 这个主攻击力和威胁 一个第八一个第九 这场国宇的女霜打完了之后 就是刘宇晨和威选艺上场了 这场外战只得关注 但是能熬夜坚持的 可以一起给屠欧加加油 破音了 这段时间也比较长 把球下我 接前场球这种扑压 让蓝点也是很有压力 出场了 场出很多 而且雷球 反手的一个被动对角 把队动都加快了 突然把节奏加快了 突然把节奏加快了 好 我硬码也是马上急速 决胜局 双方紧咬比分 但拉尼尔稳稳压住周天成 可以看到周天成虽然打得认真的起来 但拉尼尔持续跟周天成打消耗 打得非常稳健 周天成也没有好的突破口 面对的是德国赌场 达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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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远先生 去面对齐 中年 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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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是完全没有给对方面子 火力全开的周天成 直接打了一波8比0 逆转比分强势拿下比赛 可以说这后八局 才是周天成真正的实力所在 往前的博弈以及后场 都给人有一丁的观赏性 熊迷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看